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 这部戏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场戏 就是我跟师傅 他做小黄子的摆戏以后 然后我一身雪 然后去跑回来找他的时候 我们两个那场戏 我觉得是最后一场 当方朱救了小黄子 然后在屋里面在等海事 的那个状态 那些词我觉得是 终于可以听到方朱的心声 这些场戏里面很多词 我都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就是里面的词 其实不是什么禁句 但是每一句说出来的 都来得比其他戏更真 一开始的这些事 我觉得就是一个铺垫 说一个跟咱俩没关系的事 后面才说到 跟咱俩有关的事 你把锥丢了 怎么会呢 我那时候虚掌他几岁 他就不能再捉弄我了 然后早晚老老实实地 向来一种警官 叫我一声师母的 这样高兴呢 当然高兴啊 只要一想到就高兴 想到就觉得会是 很好很长的一声 因为那场戏的情绪很大 然后演员演的东西很多嘛 然后我们拍了差不多四五遍 然后两个演员哭了四五遍 身边的工作人员跟他哭了四五遍 监视器那边哭倒了一片 我们的摄影师就不敢一直看 就是看一会儿 然后看一会儿别的 看一会儿看一会儿别的 因为摄影师都受不了了 八条 哇 后面很幸福 就是他说的都是 这一世他跟方珠做不了的事情 因为觉得方珠会喜欢他怀的那种 还是说什么哄他笑 然后方珠立马就会吓 啊 感觉像变回个小朋友一样 其实这就是方珠 本来的方珠 我一人 吃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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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了 已经 发空了 很累 我觉得最后一场戏 我也演得非常开心 我感觉我终于可以把 放出真实的一面 演出来了 所以我特别喜欢那场戏 所以我还挺 期待这场戏的